最近网上很火的玉米面菜团子做法 很多朋友做出来容易散,还不成形 今天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我家晚餐每周都吃好几次 阴阳美味,多吃也不用担心长胖 碗里打两个鸡蛋 用筷子打散 油热以后下入鸡蛋 快速把鸡蛋炒散 尽量炒碎一点 炒好以后盛出备用 先准备一把菠菜 把根切下来 菠菜根不要扔,放盘里备用 接着把菠菜切短一点 方便后面操作 胡萝卜切成丝 或者也可以用擦板来处理 香菇洗干净以后 先横着片一刀,再切成薄片 小米辣切碎 大蒜拍散做成末 洗好以后先备用 加半勺盐 少量鸡精 加一点白糖 加半勺生抽 半勺陈醋 少量香油 加适量辣椒油 辣椒油根据个人口味 不吃的话可以补放 锅里水开以后先下入香菇 烫熟以后捞出 接着下入胡萝卜 烫熟以后捞出 最后下入菠菜 烫熟以后捞出 放冷水里面过凉 放炒好的菠菜 胡萝卜 胡萝卜 香菇 炒好的鸡蛋 放半勺玉米面 加多半勺盐 半勺生抽 香油 几点蚝油 搅拌均匀 很多朋友做出来不成型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放玉米面 可以少量多次加入 有一点粘心就可以了 取适量蔬菜 稍微用一点力捏紧 团成一个小圆球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放盘里备用 准备适量玉米面 放上菜团子 来回的滚一下 多沾一些玉米面 然后用喷壶 喷到上面一些水 再放到玉米面里面滚一下 重复三四次就可以了 这样玉米面不会脱落 也更容易成型 上汽以后大火蒸15分钟 蒸好以后关火 取出稍微放凉 每天都分享 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留个关注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直接吃或者蘸上料汁都很好吃 大鱼大肉吃多了 可以吃一些粗粮 喜欢的话 您也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喜欢吃卤鸭货 不用出去买 我教您在家做 麻辣入味 干净放心 几十块钱就能做出两大拓盘 用来当做下韭菜 或者追剧小零食都非常不错 准备鸭翅 鸭掌 鸭脖 鸭针 鸭头 加入温水 多浸泡一下 鸭头鸭脖这些 一般都是冻货 也可以提前浸泡一晚上 鸭肠多清洗几遍 然后加盐和碱面 多抓洗一下 把它表面那个粘液洗干净 海带结多清洗几遍 加温水 把里面的盐味泡出来 莲藕切厚一点 换水清洗掉淀粉 泡水里面防止氧化变 浸泡一个小时 泡出血水就可以了 泡好以后 把鸭头鼻孔这里挤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脏东西 洗干净以后 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料酒或者黄酒去腥 冷水下锅焯水 随着温度升高 可以慢慢逼出里面的血水 烧开以后撇掉浮沫 焯水时间大概四五分钟 一定要完全焯透 没有浮沫就可以了 捞出控水 稍微烫一下 捞出 用热水清洗干净 最好不要用冷水 要不酒炖不烂 接下来介绍一下香料 准备贵皮 白蔻 肉蔻 白芷 草果 杀仁 干草 陈皮 酱油 酱油 加入花椒 麻椒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干辣椒 焯好以后重新放锅里 加入开水 加入葱姜 准备好的香料 加入盐 黄冰糖 多半碗生抽 老抽 蚝油 炒好了糖水 一勺甜面酱 要比正常炒菜稍微咸一点 整体味道咸香回甜 胡辣的里面跟辣的放的调料都一样 花椒和麻椒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家里没有那么多香料的可以放一个卤料包 卤东西的时候用小火 不要盖锅盖 让这个腥味能够散发出 卤至鸭脖能用筷子扎透就可以了 下入鸭肠 下入海带头 下入莲藕 加少量鸡精 味精 继续小火慢卤十分钟 卤手以后关火 浸泡几个小时 更加入味好吃 泡汁入味以后捞出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就麻烦伸出您发质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可以找到我 点头像金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的话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盖到上面 把它倒扣过来 今天朋友来家里做一道香辣烤鱼 鱼肚里的黑膜腥味比较大 一定要去除干净 鱼的牙齿腥味也比较大 一定要去掉 两个牙齿都给它去掉 把鱼齿也剪掉 把鱼尾削减一下 改刀的时候可以稍微密一点 不要不需要太深 改太深的话 煎的时候鱼会烂掉 另一边这个鱼肉比较薄 可以稍微再浅一点 翻过来把骨头切断 这样煎的时候鱼不会翘起来 把鱼腌制一下 加葱姜 盐适当多一点 半勺胡椒粉 加适量料酒或者黄酒 用力抓一下 把它葱姜里的味道抓出来 然后剁在上面涂抹一下 两面都涂抹均匀 腌制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准备点配菜 莲藕必不可少 切好以后放水里面 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淀粉洗干净 要不它一会儿会氧化变黑 芹菜切成段 洋葱切开 抖散一些 放烤盘里垫底 这样在加热的时候香味挥发出来 烤鱼越炖越香 再准备豆皮 金针菇 香菇 黄豆芽 宽粉 莴笋 想吃啥就放点啥 小料准备一些葱姜蒜 准备适量的青红花椒 加一点干辣椒 鱼腌好以后 调去葱姜 把水分擦干一些 水开以后下入蒜条 下入各种配菜 稍微焯一下捞出 你看我不用焯水 直接放锅底垫底 放上配菜 先把锅烧热 预热一下 加入鱼腌一下锅 把周围都润一下 把油倒出 再加入凉的油 先把鱼尾下锅 下锅以后先不要翻动 稍微定一下形 整条鱼放进去的话 鱼尾受热不均匀 很容易粘锅 下锅以后还是不要着急翻动 把锅倾斜煎一下鱼头 完全定型以后 再转锅把鱼煎一下 几下锅定型以后 先把油倒出来 很多朋友翻鱼的时候 要不是用锅铲 要不是用手直接翻过来 那样都比较容易碎 今天咱们用家里用锅盖 盖到上面 把它倒口过来 这样操作不会翻车 再把刚刚的油倒进来一部分 把鱼放进去 再把另一面煎至颜色金黄 放上煎好的鱼 锅流底油下入小料 小火炒出香味 下入烤鱼料 小火炒出酱香味 提酒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软化肉质 让鱼吃起来更鲜嫩 加适量的水 开小火熬一会儿 熬出里面的味道 熬好以后 到烤鱼盘里 把油烧到六七成热 抓一小把干辣椒 呛出香味 焦到上面 撒上白芝麻 撒上小葱花和香菜 这样做出来的烤鱼 香辣入味 不腥不柴 特别好吃 做好了 开饭 没有烤鱼 打不下 感谢观看